如果在游戏里赚钱 是种什么体验 辛普森一家全疯了 沉溺在虚拟世界无法自拔 就连学校也停课 大家只想着捞钱 巴特迷上一款VR游戏 性格变得十分暴力 爸妈让他玩一些休闲的游戏 好似意外发现一个bug 把机关头卖给NPC 自己身上的不会消失 他们把漏洞告诉同学 校长看到下载速度爆表 推开门才发现大家全在玩网游 巴特希望得到校长的支持 他们可以用这笔钱维修学校 同学们利用bug疯狂敛财 甚至还把机关头卖给道具 而巴特则利用第三方平台 把游戏币换成现仓 今日的销售冠军是雪莉 他成功卖出150个机关头 突然一辆货车停了下来 向大家投掷冰淇淋 同学们纷纷中张 其余的人落荒而逃 等待他们的竟是个陷阱 独角兽大军将春天小学团灭 巴特向校长汇报此事 对方正是蒙特斯里小学 为首的妹子是个小人精 他的偶像近视之机 已太美 巴特劝校长平分地盘 可校长却选择开战 妹子们打开直播 对春天小学展开了单方面屠杀 就连恶霸尼尔森对他们也束手无策 学校的重建计划化为泡影 气愤的校长开着推土机 准备一瓶蒙特斯里学校 吓得困激飞弹打 这时巴特挡在校长面前 劝他回头试案 巴特希望能把校长逼疯的只有自己 另一边 马基神奇地发现 小麦尽可以用表情说话 还向妈妈表达了爱 侯墨看马基半天不做家务 也进入到游戏 她也收到女儿的爱 开心地飞到天上 一个星期过去了 丽莎不仅要上网课 还要自己做饭 侯墨建议她也放松一下 没想到游戏里面会如此开心 再也没有生活的烦恼 直到邻居弗兰德上门时才发现 一家人沉溺在游戏里无法自白 小麦的屎就拉满了裤灯 弗兰德放下报纸 吓得仓谎而逃